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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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猫玩的就是复古 大家好 我是车教授的陈欣 那今天呢我在后台收到很多小伙伴们的留言 他说想要看一下欧拉最受女孩子宠爱的芭蕾猫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欧拉的4S店 来给大家好好的说到说到这一台复古风格的纯店家教 大家可以看到欧拉巴雷猫其实为什么很受女孩子的喜欢呢 一句话就是复古 因为它采用了非常多的经典元素 这些经典元素其实在目前在售的一些车型上面就是很难会看到 那其实在燃油车的时代这样的布局 从那个时代复合到这个时代 它的整个底盘 动力 发动机以及油箱的位置都全部都要打翻重做 那放在电动车的时代呢 就可以依托最新的技术以及最新的布局方式 去把它们用电气化的方式完完全全的用复古的形式给呈现给大家 这其实也算是电气时代的一个小小的福利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圆润的那个车头 然后它的大灯呢则是比较经典的这种马蹄形的这个造型 以及它有一个非常特别闪亮的粗壮的这个镀隔 它虽然看起来很粗啊 但是由于它采用的是这种非常圆滑的这种造型 会让它看起来特别特别的有这种精致可爱的味道 同时呢它的下部隔山也是进行了专门独立的设计 可以看出整体的配合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巴雷猫的尺寸呢它的长度是4401毫米 宽度1867毫米高度1633毫米 轴距呢则是2750毫米 但它的车侧呢看起来也属于是比较圆润的 它这样的风格呢我们也曾从许多的经典的车型之中能够看到 我也就不太多说了 但是我有三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会非常非常的关注 以及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一个是它采用了这个比较圆形的这种倒置后置镜 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可爱嘛 复古的门把手它也是经典的老爷车设计 当你拉开这个门把手上车的时候呢 都会感觉到自己穿越到了一个曾经在电影或者是书里面才能够感受到的时代 以及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轮毂啊 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像一个盛开的向日葵 尾部的造型呢它也和车头相对应有呼应的表现 它提供了相对比较圆润的这样的造型 以及马骑形的尾灯这和车头灯其实是同样的设计风格 还有师出同门的这样的非常复古的杜葛 整体风格还是那一句老话 复古 那坐进车内啊 首先就感觉你视线看起来就特别的清爽 那现在这台车呢 它的配色是棕米的内饰 那看起来会比较的温馨 那除了棕米之外呢 你还可以选择比较有文艺气质的蓝青 或者是女孩子特别喜欢那种萌萌哒的粉白 那除了配色之外呢 另外一个给我带来比较大感受的就是它的用料上面 它用料真的是不吸功本 可以说我手身体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的地方 要么是皮质包裹 要么是这种软性的材质 你基本上不会摸到一块比较硬的一个地方 当然这块双联屏屏幕这是例外啊 操作起来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跟手 它上面贴了一些这个保护膜 我就不给大家进行更多的赘述了 那在双联屏下方呢 则是这种圆形的依然是比较复古风格的 这个空调出风口 它旁边会有一圈非常精致的镀隔进行装饰 那在空调出风口的下方呢 则是保留了这些物理案件 但是这些物理案件可不是简简单单的那些物理案件 这些物理案件它的样子啊 都是上个世纪欧洲文一篇最流行的时代 那些车辆所采用的这种布置的方式 看起来特别特别的精致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地方也很精致 那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位置 像是一块钻石把手机充电的区域围上去 当你手机放上去的时候 就会自动启动这个无线充电的一个状态 刚刚我试了一下 充电速度也还是比较快的 那除了你用这个无线这些充电之外呢 它还提供了左右两个USB的接口 下方是一个顶线器 那同时呢 它的储物也属于是比较丰富的 有背托 下方有专门给你放置一些 就是手机包包的位置 同时按开之后 一个简单的小储物格 小储物格打开 还有一个近身非常出色的储物空间 可以说 欧拉芭蕾猫是真的将女性的 这些储物的需求 全部都一一考虑到了 开着芭蕾猫肯定要跟自己的好闺蜜 一起出去交游对不对 那好闺蜜最强的地方 就是她们人人都有一双一米八的大长腿 可以看到在将 座椅调整到比较合适的位置的时候 像我这样的腿部空间 完全没有办法用拳头去进行行 可以说差不多是有一条胳膊这么宽 腿部空间了 可以让你的闺蜜轻轻松松的在这里敲二两腿 那头部空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也差不多有四指左右的距离 因为它其实在往上面 这个区域呢 还采用了一点比较操控的设计 所以说看起来不是很多 但真正坐进去的时候 才会发现 哇 纵向空间也很宽敞 那欧拉芭蕾猫呢 它的电机是最大功率126千瓦 最大扭矩是250牛米 提供快慢充接口 而且有一个细节非常的有趣啊 就是它的充电接口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猫爪子 当你轻按它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弹出 是不是很方便 那如果想要关上它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用力去关它 那只要再按一下这里面的一个猫爪子 它就自动去关上了 看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又可爱呢 那总的来说 欧拉芭蕾猫 它是一台非常适合女孩子去驾驶的作家 它有非常复古可爱的造型 它的内饰也是比较的温馨 而且它的一些智能配置 搭载的也比较的全面 包括自信循航 车道保时 车道偏离辅助等等 L2.5级别的这种驾驶辅助功能 也都搭配的比较全 那此外呢 当你根据预算的不同 选择的全天续航里程 是有401公里和500公里 而且呢 它由于采用了比较四轮四角的布局 它的转弯半径相对也比较小 可以方便女孩子去挪车 以及在一些比较狭窄的小巷子里面去穿梭 所以综上所述 我觉得这台车还是挺值得大家去购买的 而且现在刚好是年底优惠的时间嘛 那想要它的话 就赶紧来订离试驾它吧 就赶紧来吧